各位同學 我們繼續來跟各位討論 刑法上的公務員 我們跟各位說過 刑法上的公務員可以分三種 身份公務員 授權公務員 跟委託公務員 我們上次花了不少時間 跟各位談身份公務員 跟授權公務員 那身份公務員 記住 任職於公務機關 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的公務機關 而 這個身份公務員 著重有身份 公務員的身份 所以 對於國家 富有特別保護 義務及服從義務 這個身份 一定要有 任用的法律依據 而這個任用的法律依據 可能是 考試禁用 選舉產生 與聘僱用 政治任命 不論是專職 兼任 長期性或 臨時性 都可以 而 身份公務員的 法定職務權限 那 可能是法律 可能是法規命令 可能是行政規則 那你要注意 不以涉及公權力行使為必要 也包含 私經濟行為 同樣的 授權公務員 從事的是公共事務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最重要的就是政府採購法 所謂的採購事務 那我們上次結合了行政法 所謂的雙階行為理論 告訴你 我們這邊的授權公務員 因為政府採購法 採取雙階行為理論 前階段是公法行為 後階段是司法行為 而其具有任務的一體性 不可以加以任意的分割 所以 身份公務員跟授權公務員 我們是以法定職務的權限 來決定 有沒有包含私經濟行為 可能是公法行為 當然也包含私經濟行為 好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到第十條 第二項 第二款 我們稱之為委託公務員 那我跟各位說過 委託公務員的理解 那你要跟行政法 所謂的公權力的委託行使 畫上等號 因為叫做公權力的委託行使 所以 限於公法行為 來我們看一次委託公務員 在刑法上完整的描述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機關就是公務機關 依法委託 從事與委託機關全線有關的公共事務 所以 這個 委託機關 本來要做的公共事務 交給私人來做 那私人從事這個公共事務 所處的地位 就叫做委託公務員 所以你要知道 你從事的是委託機關本身的公共事務 所以 只限於公法行為 如果是司法行為 沒有委託公務員的適用 可以嗎 來我們看兩個最高法院的判決 第一個 一百零零一年 台上置地 三三八五號判決 從而 民間機構 為了實現交通建設的興建 營運所需要的採購行為 乃基於私人地位的私經濟活動 而非受託從事公共事務 並無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原則的適用 至不深採購公正性客觀性及信賴性的保護問題 此關促參法第四十八條規定 依本法核准民間機構興建營運之公共建設 不適用政府採購法的規定 一真明了 故民間機構應履行投資契約 其承辦採購事物資人員 及非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後段 或第二款鎖定的公務員 各位我想你應該聽過BOT 對不對 BOT就是我們這邊適用促參法的情況 如果BOT BOT是什麼 民間興建 民間營運 然後營運到一定的特許期間之後 再將這個公共設施的所有權移轉給國家 這個叫做BOT 台灣高鐵本質上就是一個BOT 各位同學台灣高鐵是台灣高鐵公司 自行興建自行營運運 那特許期間經過之後 台灣高鐵相關的鐵路設施 其所有權就會移轉給國家 這個叫做BOT 這個是行政法上的概念 那BOT台灣高鐵在興建的過程 如果採購事物有人收回扣 那這個收回扣的人會不會構成刑法 第十條第二項第二款的委託公務員呢 答案不會 為什麼 因為公共建設這個是屬於行政司法 給付行政的範疇 基本上不是公法行為 既然不是受託從事公共事務 不是委託行政 當然也就沒有委託公務員的適用 可以嗎 這一點你一定要注意 簡單講第十條第二項第二款的委託公務員 你要跟行政法的公權力委託行使 畫上等號 來再看到103年台上置地2560號判決 來我們一起看到 所謂委託公務員 因其原不具有刑法上公務員身份 於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 而得於其受任範圍內 處理委託機關權限有關的公共事務 至因科語特別的保護及服從義務 嚴格言語規範其職權之行使 使其課遵依法行政原則的適用 簡單講 行政機關應該課守依法行政原則 現在行政機關的權限委託私人來做 那個受委託之人也應該課遵依法行政原則 所以我們在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 提供處理委託機關所賦予從事公共事務之行為 也屬於刑法上的公務員 基本指去 有虧諸上開條文系規定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 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的公共事務 並非規定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直接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公共事務 因之受託處理委託機關權限有關公共事務之人 故不以受委託機關直接委託違憲 躺在委託他人處理該間接受託之他人 於處理受託之公共事務 既與原處理該項公共事務之公務員 具有統一職權為了保障人民權益及提高行政效能 法治序及因高度要求間接受託之他人依法行政 並負擔特別保護與服從之義務 當義述刑法上之委託公務員 簡單講如果今天公權力委託人民行事 直接委託 那這個受託之人如果依照法律規定 有再度的委託他人 這個叫做間接委託 那你要注意一下在行政法你要委託再委託 這個就是副委任 那這個副委任也一定要有法律規定才可以 這個在行政法叫做再授權禁止原則 那如果符合再授權的相關法律規定 這個間接受託的他人也是屬於刑法上的委託公務員 好這是我們簡單的跟各位談到委託公務員 那我們來看到這一個第十條第二項第二款 這個委託公務員